接下来看到这西南气流目前的逐渐北移 中部也开始下大雨刮大风 像台中市的风雨甚至让人车都非常难以行走 最新情况连线给记者徐培金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台中市的市区 那么目前呢 这个穆拉克的台风的回南气流 已经在中台湾发威了 在现场您可以看到呢 来到下午十分这些气机车都已经倒成一排了 同时您所看到呢 目前呢在前方的麻原头西的滚滚溪水持续在暴涨冬当中 那么呢相信非常多的路人骑摩托的骑士都停在路边 不敢拔的我们看一下现场状况 摩托车可以骑吗 摩托车不能骑啊 从哪里到哪里都不能骑 风太大是不是 没有从那个信义北溪路那边到这边 那这一路呢 这一路你有办法发动吗 怎么样 没办法发动啊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您可以看到呢 现在台中市都已经风强宇宙了 那么有许多的机车骑士 连摩托车都无法发动 那么开车能见度也是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呢在刚刚呢 就在十分钟之前呢 台中市突然下起了大雨 同时也伴随着强风 那么其实今天一天早上的情况呢 都是一阵一阵的 不过这次在下午的时候就突然 连赛呢也影响了整个中台湾 那目前在台中市除了风大与大之外 包括在云林县沿海地区 都已经有淹水的情况呢 张化现在在民众的镇里 也在镇里面有过分的民宅 家里面的积水迷到的脑海之处 所以现在过去呢 在中台湾的民众 千万一定要在在家里呢 做好防台的准备 如果呢有需要 一定要打电话向外求救 以上是我们在中台湾的情况 我们先将镜头还给彭内主播 我们先将镜头还给彭内主播